普里政公所为响应政府五倍券振兴经济方案 加码五倍券消费抽电动汽车电动机车等多样好理的活动 并在日前举办加码说明记者会 现议员叶仁创表示普里政公所延续政府振兴方案 筹措经费加码抽奖来刺激消费非常的不容易 也希望民众能够广为宣传 帮助普里经济能够复苏 目前我知道了就真的跟我们普里顶的店长 有相关的研究起来的政策 其实我一直说我们详定伺公所一般管理的财政其实很困难 要再把这个基金委稍移出来 说起来的时候 第一要有心 第二要有方法 第二要有想法把资料省出来 这真的是非常不简单 就这个机会 跟我们第三次有听到的鄉亲事举 都大家去放送 这次普里政公所的振兴方案 是委托济南大学资讯管理学系 来做相关的活动网站及抽奖规划 系主任戴荣副感谢普里政公所为振兴经济 筹策经费来进行加码的活动 激南大学在接下这项任务之后 也会努力将工作做好 希望产观学合作一起来努力 帮助产业的复苏 那本校武东新校长上任之后 他也一直在关心地方的经济 希望能够地方经济环容 所以有这个机会 让我们既然大学资讯管理学系 参与这个活动是我们的荣幸 那我们的团队呢 一定会秉着专业跟用心 帮地方把这件事情尽力的 尽心尽力的把它处理好 副医长潘英全肯定 普里政公所的用心 也希望这项利多的活动 除了提醒民众 能够到活动官网 观看活动详情之外 也呼吁大家一起来帮助 振兴经济 并有机会获得电动汽车等好力 记者陈伟一 普里采访报导